各位聽話樂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 我要弄頭的電話是 第二篇 是不是戳頭咪啊 甜美酒 講到戳頭咪啊 你會想著什麼呢 現在在運動店 上時間的 是家長的軟食飛沸 有一陣子 在九十 真愛秤 真頭的感動 這陣子 他們最愛秤的 是一種為瓜哥 時間過來的東西 叫做 Slime 的漆頭咪啊 因為黏黏的軟軟 有人跟他合作 拼塞堂 其實 拼塞堂這中七頭咪啊 關本在兩年前 十八十年過 那時候 今天都是去甘馬店買 這罐四罐 就要七八十塊 甚至是貴三三 有當時 材料不太好 還會丟致課本 也會是安比阿嬤的立場 實在很難過 想不到 這次的平塞堂 又開始失業 這次是 孩子自己做平塞堂 材料很簡單 是處理的有的東西 清酒 水果 白癡 洗花精 也是氣膏 都可以吃做平塞堂的材料 平常看 孩子拿一罐白癡 拼了一罐在紅包來 又準備一點點的水 開始用笑 在那裡爬爬的 一罐子 平塞堂就做好了 有人會比較辛苦 希望天氣有香味 這樣 就要再加一些小花精 也是氣膏入氣 那如果要的心地比較好看 有人也會沖水柴下去 也有人會沖水柴下去 也有人會沖水柴火 也是沖水柴下去 所以 有人會沖水柴 也是沖水柴的 有的是粉紅色 有的金金 也有的瀑布 水柴的孩子 怎麼做都可以 還可以讓孩子 加添一些兇兇力 不然他現在又是走上去 看孩子很難玩 我也很好玩 給他們做一個來玩看看 皮塞堂摸起來 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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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皮抹起來的手槴 就不太一樣 雖然做皮塞堂的大部分 都是15斤仔 不過 有的15斤仔 也會對於做好勝 有一次 我把皮塞堂抱在我的面子 朋友都覺得很辛苦 也有很多討論 有一個朋友的小孩在討好 朋友說他 還會跟小孩一起做 這也是一種 為伴小孩的方法 他也把他做的皮塞堂商品抱出來 他做的水水很漂亮 大家都很好賢 他是用什麼材料去做的 因為大家做出來的皮塞堂 有的像雪麟糖 看軟稍稍 有的得卡丁 大家一句來一句去 在這個台頭買輸金仔 朋友也吃著大家的顧問 實在是有夠趣味的啦 今天 各位廣頭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